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可能就是衣服裤子鞋我都觉得舒服就好 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对有姐姐们在帮我捣耻对 所以我也不需要担心这些对对对 应该合作好多年了对所以已经就是完全听了 已经难也不是吧就觉得垮吧 要自我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想穿什么穿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对就看自己舒服而已 怎么说呢还是很有自己风格的 更接地气 然后更有生活感 而且要真实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我觉得珠宝还是不分男女吧 我觉得就跟保时容现在一样 就是无性别之差的这种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戴 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个性吧 对于比如说耳钉也好啊 或者戒指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吧 不是这样 就是我平常上虽然穿得很随意 但是我的配饰还是要戴上的 对比如说耳钉也好 戒指也好啊 就装饰也好 就是好看 对对对 也是一种自我的修饰 我觉得 早就打开了 以前就打开了 对于这种美的这种事物 好看的这种事物 我觉得人和人都一样 我觉得是无法控制自己的 因为我眼睛的就是让你会 你身心会很愉悦 很舒适 只有一种感叹 就是工艺这种手法 我觉得就是太厉害了 就是你得感叹 第一个我觉得 就是工艺很好看 第二就是 我觉得佩戴上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就很帅 主要就是因为 我觉得当时真的 就是太帅了 我觉得那个耳钉 我觉得换什么样造型都OK 部分男女 我觉得女生可能会好看一点的 我觉得男生带那个 其实很服务 那根键吧 那个耳钉给我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做小一点 就是那笔 我会不会不要 我会不会让你 在那里活地 我会不会对我